现代人晚婚晚生 桃园市议员张硕芳表示 自己超过35岁怀第二胎 身体负担就比第一胎大很多 她周边有很多女性饱受不孕症之苦 人工受孕做了十几次都失败 身心俱疲 在总职群时呼吁提高不孕症补助 挺着大肚子正在怀第二胎的议员张硕芳 在议会关心不孕症补助的议题 他表示目前不孕症补助 39岁以下最多6次 40到44岁最多补助3次 首次补助10万 再次申请补助6万 但就他身边朋友真的能受孕 并且顺利活产是少之又少 在我们35岁以后到44岁之间 想要怀孕的孕妇真的很多 可是因为年龄的关系 所以再加上身体的这些状况 然后能够真正受孕的人真的很少 可是同时我身旁至少都有3到5位 跟我差不多年纪甚至比我小的人 他们去做了四拐婴儿 甚至做了人工受孕 都没有办法成功 所以相比之下我觉得 本期真的觉得我是非常幸运的 张硕芳说自己超过35岁怀第二胎 确实比较辛苦 常常担心工作和孕期身体状况 因此替许多女性发生 期盼提高补孕症补助 更当场询问单身的两位局长 知道人工受孕要花多少钱吗 张硕芳表示做一次人工受孕要40万 如果一直失败身心俱疲 更是花大钱 对此非务局局长杜慈荣说明 博姻症治疗补助是全国一致做法 上张善震则表示 会更加关心这一类的议题 对此第一次进行